你好 大家好 我剛剛在洗手間化好妝 然後我買了一個 我用了我的電話拍攝 然後我買了一個新的 可能我放在下面的描述箱裡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是一個不包我的腳架 但有一個盒子 連著電話 還有我有一個鏡頭 我不是之前拍攝護照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拍攝自己 後來我就上Amazon去看看 看看有沒有 有機會有一個小小的鏡頭去看自己 因為我知道相機是可以的 放下了好很多 因為有點重 比起我 可能我真的很久沒抽過相機的那些 有點不習慣 然後就在這裡說 我就不用拿了全程了 我的行程就是去Daiso 然後我有一點點東西想買的 我想買一些家裡的東西 對 就是一點點 然後也想給你看看美國的Daiso是怎樣的 不要期望太大 美國的Daiso跟香港的Daiso 或者其他國家 日本那些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是 發現美國市場的東西是超級悶的 對 沒有那麼有趣的東西 所以不要期望 沒有那麼大 然後就會想去大華九九 就是中國市場來的 然後我搬到來這個城市之後 我一直都沒有去過大華九九 因為可能去購物的話 也是去Costco 還有Trader Joe's為主 然後也沒有去探索 所以我搬到來一年都不夠 所以我也想摸索一下這個城市 周圍去一下 但是去這兩個地方之前 我就要寄貨 因為我那個商業 我還在購物 所以我有一個貨要寄貨 所以一起去UPS 下降我的貨物 而且我要返回Amazon 因為我當時買這個 不是這個腳架 我想說這個腳架 就是我現在這個鏡頭 以及這個盒子的時候 我其實買了腳架 然後後來就 因為我之前就是覺得 我用手拿著相機好像很不穩定 所以我想買一個腳架 但是我沒有那個盒子 所以我要整個這樣買 後來現在就返回 因為我找到這個鏡頭就好很多 所以就一起去COST 去Drop off我的Amazon的Return 然後其實我經常都用Amazon 因為覺得很方便 Amazon可以Drop off 在COST上Drop off Hole Foods也可以 或者在Amazon指定的地方都可以Drop off 不一定要寄回給他們 以前舊式的時候就要寄回給他們 但是現在就極度方便了 現在連箱也不用準備 即是整個 整件物件 只要有那個CURL code就可以了 那我就 一會再給你看看怎樣去Return 整個process也很容易的 就影響我今天 製造什麼 這裡就極度亂了 而且你看不看到 就是我的setup 其實 因為你看到那塊鏡子 你看不看到 這個腳架呢 就是這樣有一個Mount 這個腳架就是不是包這個 對 就是不是包起來的 只是那個screen這裡 還有這個Mount 這個 我的Outfit 就是 街坊裝 即是Sweat Shirt 還有Sweat Pants 對 然後就先拍這裡 然後這裡 這些東西就是我要收拾的 對 然後我就要放在我另一間房間 因為這些櫃子全部都已經 真的滿了衣服了 對 然後我就會放在我的客房那裡 掛起這些衣服 我可能遲些拍片一起跟我去收拾衣服 然後暫時安置在我的工作室 我會叫這個房間 其實我只是包貨而已 這裡 然後就一起去包這件貨件 其實我之前已經包好了一點點了 後來想想想 可能我們一起去包 然後我就化妝 再跟你一起去包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要帶這件貨件 跟我去 哎呀 出去逛街 就是逛逛L.A 然後我去到再拍 新買這個鏡子真的很不方便 因為其實我要 如果我想拍片的話 就好像真的相機方便一點 但是也蠻有用的 其實如果我想用 可能Vlogging就不太方便 然後因為我要開機 之後又要連繫Wi-Fi 再要去鏡頭我的鏡頭 好像拍一拍也有很多步驟 如果相機的話 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但是就要帶上相機出來 而且這個壞處就是 可能用我的電子 就是我的手機的電子 所以就 可能如果是一些 可能拍一些家裡的影片的話 可能會方便一點 然後如果Vlogging的話 有時候拍一下又停一下 拍一下又停一下 就不太方便 因為剛剛也設置了一大堆 我通常是用GPS的 因為我還沒摸索這裡的路 我也不知道去哪一間UPS 哪一間Daiso 哪一間大華狗狗 我剛才在這裡 用GPS那些 所以就算我不是這條路 我都喜歡擺GPS的 就算我熟路的話 我的意思 因為我也比較大頭蝦 有時候是會突然間 可能開開也會忘記自己去哪一邊 那些 不過我也會試一下這個 但是我也會保持 因為我覺得真的挺有用的 如果我知道 可能是拍一下我家的生活 不用說突然間要關機 可能又要再開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牆開著的話 然後我現在就要返回這兩樣東西 這個腳架 這個和這個 這個很漂亮的 其實是淺粉紅色的 好像玩具一樣 但是真的不適合用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 他的腳是弯了的 可以掛起那些 可能對有些朋友會很實用 但是對我來說 我其實喜歡他是站著的 有時候是不平衡的 因為他的腳都弯了 你們又喜歡這個質素呢 就是我用iPhone 因為我Kotella那條影片 還有這條影片 都會將會是iPhone的 然後我有15 Pro Max 就是最大 就是最 鏡頭最好的那個 就是最新的那個 還有大鏡頭那個 你們又喜歡這個質素呢 有 然後我去到 進去再拍 走進去就會是這邊的 Thank you 然後Amazon Drop off Returns 我也去過不同的Cost 去Return 但是其實 大部份都是去到Cost的微微那裡 其實他們合作的原因是 因為Cost 其實這間的白髮公司 就是 每個人都聽過的 但是就 就是很多competition 就是Macy's Nostrum 就很少人買 通常可能是老一輩的那些 就是年輕人 不會很多時候買的 然後就 他們就跟Amazon合作 這樣 因為他可能 商業比較好一點 所以想提供那些商業 那他們就 對 他們就想我們 就是我們走進去Return 都會看到一些東西 然後就好像這裡 我就說 哇這個 鑊啊 你明白嗎 啊這個炸汁機 可能 attract我們去 就是 可能光顧他們 這樣 但是也挺方便的 真的有一次 是真的買到東西的 然後他們也有10% off 就是Drop off Amazon Order Return完了 原來我記錯 是20% off 不是10% off 然後 然後 剛才發現 我剛才要用電話 所以 真的用電話 可能會這麼好 去Vlogging的話 對 然後 因為我打算 覺得那個iPhone鏡頭好 所以就 對 不想帶那麼多東西出界 就是拍片 但可能也真的帶一部相機 會比較好一點 對 然後就 現在剛剛Return完了 那我們下一站就是UPS 對 現在到Daiso 然後就 對 大約黑超 因為有些陽光 起初其實也不是說 很曬的 這個就曬一點 然後因為始終我做了眼睛的 Smile微笑教師 所以也要保護我的眼睛 對 然後 有空要滴一下眼藥水 還有 就算有一點點光 紫外光那些都很強的 所以也要保護眼睛 就拿了這輛車 真的很危舊 要拿一個籃子 放進去 其實他們也有這個車 他有這個小小的車 或者這個 我想用這個多一點 然後我 現在在Cashire附近 還是走遠一點 再拍片 我不肯定他們給不給我拍片 然後 看看 很多寶 那些 不是太精緻的 看到這些東西 但這個也挺有趣 但是 對 不用用鐵紙 先看看 我要買什麼呢 我要買Time 可能我從這邊 就是 逐個 其實不是 這間也挺漂亮的 我之前去那間Daiso 沒有那麼多有趣 我從這裡開始走 然後這裡也是買一些 就是 筆袋啊 就是 鎖匙扣啊 印仔啊 可能是上學的東西 那我就 沒有需要買 這些東西的 因為我已經上學了 已經 但是 也挺有趣的 其實這間 對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 沒有去過Daiso 其實 可能其實已經不同了 然後 看看 什麼來的呢 蠟燭 哦 這些 就是 氣球啊 那些 這些小朋友的玩具 對 都不太需要這些 嗯 這些 挺有趣的 看看 到這邊 紙袋 都不可以 我現在要廚房用的 其實 那邊很多人 都可以看看 這些是 Gardener 就是要 盆栽啊 種植啊 那些東西 這個可以買的 也不是我 需要買的東西 看看 那些狗狗的東西 但是我應該也不會在這裡買狗狗的東西 嗯 啊 這裡有一些 家庭用品 可能適合 用的 應該是經常司拉 要看家庭用品 如果遲些有小朋友 就會去看小朋友那裡 看一下 我要買這個 對 我要買這些 因為呢 或者一些 夾仔 就是我 有那些手套 對 那些 有時候幫身體磨砂的那些手套 因為有時候 而且我也會用loofa 我想有一個可以掛著 他們 對 但這個好像是掛著那個 Spray bottle 先看一下 或者這些 對 我要先研究一下 應該買哪個 哦 這個適合 應該是這個 可以夾著 我先這樣 但這個在哪裡掛呢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掛 我要一個 那些 好像 S字頭那些 然後再有一個夾 就適合 但好像不太多 看看 這是什麼 對 對 看來最適合 用 都可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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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粉紅色 我想白色 白色 就好像 我喜歡放紅色的 但如果是 這個 廁所 都可以的 對 因為都想白色 這個 原來是夾著你的牛仔褲 這個 夾不夾得住 這個 這個 很flimsy 這個牛仔褲這麼重 我夾一下手套也可以 對 不過 對 應該這個適合 應該 再看真點這個 因為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掛勾是怎樣 這個 我就知道我可以掛到 對 然後門柄 就是我的 洗澡的 浴室 也有個門 這是什麼 對 這個應該也 不是很適合 那好吧 只剩下粉紅色 那我就買粉紅色 對 是不是第一次聽我 最喜歡粉紅色 也不想買呢 對 因為我也喜歡白色 Furrokey的東西 這個 我又不知道怎樣掛我的手套 我要夾著 但是這個 對 一個夠不夠呢 沒有得返回 所以買了一個 適合再買 對 而且美國的Daiso 是沒有得返回 美國的返回政策 很好的 如果真的不對的話 但是Daiso是沒有的 這個 這個這麼大 這個應該夠力去夾牛仔褲 對 然後 這個好處太大了 對 因為我其實也有個三夾的 但我也嫌他太大 去夾我的手套 真的要洗澡那些 嗯 再看看 什麼來的 也有了 衣襪袋那些 還是這些好呢 但又要黏著它們 好像有點麻煩 對 還是沒事了 哦 就是我說的這些 但是 S那個 就說這個 但它沒有夾子 我想S那個夾子 但是 對 這個沒有 而且也不像是 看來會生鏽的 那些 的表 因為我擺在浴室那裡 那就 沒事了 嗯 看看 哦 這些很漂亮 白色的 膠的 多化妝掃 但是我也很多 看看 對 對 去到Daiso 就很興奮 很多東西都很便宜 很漂亮 哦 這裡有這個 但也是沒有那個 夾的 對 對 還是我買了這個 自己再放一個夾子 然後再放進去呢 也不錯 想想一下 是不是這樣會好一點呢 這個 要買就買這個 但我又不喜歡它這個顏色 就是銀色就好一點 哎 我真的很嚴尖 怎麼算好呢 我就買了這個筷子 木筷子 它為主 就是麵吃的 然後這個就粗身一點 就放在洗碗機的時候 就不會掉進洞裡 對 然後 它裡面也沒有什麼 款式選擇 如果單獨這樣買 就可以有很多不同款 不過 就好像感覺好像很幼 那些 這個是粗身一點 所以就買了這個 這些真的好像不太敢用 這些這樣的降料 其實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明火 對 先 不是這裡 先 看看 這些挺可愛的 真的好像韓 韓國湯那些 這個好可愛 很小 很小 對 有沒有買過這些 好可愛的 因為有時候去過焗爐 焗一下 因為我有兩個焗爐 一個是toaster oven 一個就是真的一個焗爐 toaster oven 可能有一個櫃會比較好 這個好像夠小 看看研究一下有沒有其他尺寸 還有是不是真的 可以進到焗爐 對了 這個比較貴300日圓 300日圓 是 看價目標 300日圓是4.25 然後 平時的東西是1.75 原來不是1.5 只要加就加 然後 這個是重新一些 但是 這個進了焗爐 這個也挺 好 但是我真的很少會煮 如果真的煮這些 我會進大焗爐 所以我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不用買 OK 看看 我覺得這些挺有趣的 對 現在真的想用個小焗爐 對 很有趣 但是不適合洗 所以不要買 剛剛也是不適合 因為看真的 它可以進焗爐 也不能進小碗機 我大部分的碗 所有東西都可以進小碗機 而且這個也很奇怪 而且為什麼 進到焗爐 又不能用小碗機 因為其實也是很熱的 大多數這些 都是可以進到兩個 所以我 還是不買 因為我很少 除了刀之外 又要手洗 不能用小碗機 真的很難得去 真的用手洗 我就買了這個 廚房剪刀 然後其實我家裡也有 沒有了 我有一把白色 還有這個 這個我是很早之前買下的 然後到現在 我講的是 買了可能十年都有 都用得到 非常之好 我下洗碗機 去洗 也沒問題 所以再買多一把 因為我 還有一些白色 我買了一些其他的之前 所以我也想買一把 另外我也看過了 砧板那些 全部都進不了洗碗機 所以也不買了 可能真的要去到 美國那些 才可以 因為也 儘量想省時間 因為也 手洗碗那些 其實也花很多時間 那些 也想有些什麼 省得時間 省得就 省得洗碗機就可以了 那 我也要買 兩個時間的 現在也在看 可能這些挺有趣的 這些挺小的 挺有趣的 而且這個是有一個 包的形狀 應該 對 全都是廚房的東西 但時間應該只有這裡 那我應該買一個粉紅色 這個 好像太大包 這個顏色也挺有趣的 對 可能 但是紅色也挺有趣的 白色 對 可能是白色 哈哈 因為家居用品 我偏向比較喜歡白色 比較多一點的 對 那我買過 白色的鍋子 而且也是大量 真的 那麼多之中 白色是買手 差點看不到 對 因為我又在拍片 然後 還有粉紅色 也要留意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都不可以進去 Dishwasher 對 然後 對 但是 真的很便宜 但是始終 一筆Dishwasher 的材料 都要比較 比較輕鬆 而且會比較貴 Daiso 也是偏向便宜 所以 不能進去 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喜歡手勢的 你們 可能習慣手勢的 你們 我挺建議 在Daiso買 那些 餐具 那些 因為真的很便宜 這個池缸很漂亮 我已經有池缸了 但是這個 白色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白色的 家裡的東西 可以進去 手機 所以不需要 其實 我吃麵 好像 不需要用匙巾 真的 真的很漂亮 這個 多少錢 我應該沒有寫 任何特別的價錢 應該是1.75 但用來做什麼 也沒有用的 不買了 我也沒有用匙巾 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到 真的好像沒有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需要買 其實我 我也 我的 我的 要買的 購物櫃 我真的有寫到 想買一些 可能類似蒸籠 那些 可能 因為我一會去 大華狗狗 可能有些燒賣 那些 我也有一個蒸籠的 但我在想看看有沒有一些 真的 不是木的 可能是鐵 那些 容易去蒸 這個好可愛 好小顆 這個計算機 很漂亮 白色的 對 對 不需要 繼續走一下 我之前也買了這些 可能那些碗 廚房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 我放在櫃裡面 會 可能 很吵 有這些 這樣 佔著 當是 佔層也好 那些 不要直接放在櫃裡面 然後 一些膠盒 一些碗 其實我的碗也是在Daiso買的 白色 但其實我現在 覺得好像用耐材 怎麼說呢 好像一般 看回我的價錢 是底的 好用 還有白色 我喜歡那些 那些款式 但有一件事是發現 可能有時候 質素真的差一點 可能洗碗機 有時候 有些積洗不到 但如果可能用康寧 這些 大一些東西 貴一點的話 可能積會洗得很多 所以可能遲些 可能不再更換 我全部的 就是那些 碗碟 那些 但我喜歡全白 對 因為康寧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有一些 有些 花 那些 我不喜歡那些 我喜歡全白 所以也要找一下 我沒有特別去看 但我最近才發現 Daiso 就是我 之前 很久之前也有去過 Daiso 也買了一些碗 那些 那一年多前 也起碼一年前 然後 那些也有些值 但我以前買的 就沒有了 可能真的質素差了 對 我覺得應該是差了 因為我之前 很久之前 十年前買的那些碗 也沒有積的 是新的 新的批才有積的 所以可能質素 對 就 差了 接著 distract了 因為它有這個 很有趣的 飲湯的碗 有寫著什麼 我原來有寫字 我喜歡是不寫字的 但是 我也沒有說真的 喝湯不用買的 哈哈 然後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 喝湯的碗 這樣 這個什麼都沒有寫字 挺有趣 但是 有沒有需要呢 也沒有需要 對 不用買的 哈哈 哈哈 嘩 又是白色 這個 這個白得很離譜 這個 質素好像看起來 真的好像還不錯 我已經看到背了 不用買背 對了 我們看看 因為東西很漂亮 這裡 這裡還有什麼 讓我看看 找不找到我現在家裡用的 沒有 但是類似這個 的大新版 即是大隻 大隻裝板 對 剛才有一個大新版 大隻裝板 但是好像沒有 對 可能應該全埋了 我用開那個 對 你看 可以看到是全白色的 整隻都是全白色的 對 我喜歡是全白 而且這些也不錯 這些全白 對了 不過現在 也繼續用著 真的 真的 沒有爛的 對 然後 應該差不多 但是 數 也沒有什麼 而且我很喜歡買杯墊 其實 我家裡有很多杯墊 不用買 但是 看看有什麼 這個 這麼有趣的膠 一般 一般 對 挺有趣 這支Sake的瓶 但是不喝酒 但是挺有趣的 真的 這些也有得買 這邊水杯